另外,在加季市的旧市長 發生旗車和旗車設立了事故 加季市相互接通報後 隨著派遣救人車自然救完 包括在上次無事命危險 經過救後後送往便宜治療 上市的車後原因由健康調查檔中 加季市長既然發生車的事故 很多兩名上次在單台救完 既然到中期後,在都查看上次總控 包括在這兩名上次意識清澈 不過既然有在出席上 既然另外一台兩人進行最靠出席 之後送往便宜治療 行進、巷口、十字路口一定要減速慢行 確保無車輛通過時才迅速通過 避免產生車禍案件發生 經濟了解這兩名上次乘同一台自然 剛才為便宜治療 在經過自然既火車中時 不小心跟一台轎車發生錯誤 消防救也好民眾 騎到自然減速萬行隨時注意來車 只可以補充主心細明再三人轉 生死不中民自然是彩虹不得 我們要去開展 我們要去開展 好理家在家裡、家裡的藝衣、家裡的家裡 都在這裏面 虛實的整合來做行銷 十家的飯店 再加上四十六家的特色商店 大家一起來 顯見嘉義人的熱情 跟嘉義人的好客 尤其在面對的疫情當中 這麼艱困 做好防疫之後 我們要往前走的更重要的動力 藉著城市桌遊 你可以看到更多更精彩 嘉義人的熱情 跟美食 跟好物 讓大家能夠一次看得夠 一次也買得夠 廣越嘉義人 廣越嘉義人 廣絕並競技 GO 2022夏至藝術節 串聯四線式共同策劃 以音樂遊記為核心 規劃八大主題 總共六十場高品質演出 最精彩的開幕 就在嘉義市文化廣場 管樂與人文的融合 是社區表演藝術團隊的典範 創造出嘉義市管樂城市 人文之度的光榮前景 透過音樂勾勒 俯成數百年的人文風景 傳遞台南土地的芬芳與感動 傳統、創新、多元的演出風格 運用不同的打擊樂器 呈現雲鱗人 藝術與創意的大結合 樂團加上熱鬧的非洲鼓與舞蹈 貼近台灣的演出方式 展現嘉義縣西班子 對創作一貫的執著與熱愛 2022夏至藝術節音樂遊記 我們不見不散